不管有多努力,那份心只有自己最清楚 我就觉得应该还有机会白补复活 三一宫正式落下帷幕 不出意外,正如之前爆料 吴莫愁和黄小蕾排名末尾,遭遇了淘汰 赖英同盟输给了宁静同盟 从选歌,选人开始,这场胜负就已经注定了 在宁静面前,那已显得太过单纯 当然对比之下,我们才能看到谁才是真性情 但是对于谋偏布局来说,宁静还是老辣 也注定她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虽然自身的实力是弱的 但是却有着优秀的队员,以及排兵不正的谋略 三轮队长进演拿下了两轮 这就是宁静的智慧 虽然世界对战宁静输了 但是无关紧要,同盟赢了才是真的赢 结果就是,纳英同盟排名最后两位的吴墨仇和黄小蕾遭遇了淘汰 纳英和宁静,两大女王成为了这一季最大的看点 当然二王象征必有一败 首战宁静拔的头筹,纳英彻底被征服 吴墨仇小组遇上柳汉亚小组 一眼就能够看得出谁强谁弱 不管是队员还是歌曲,结果已经注定了 最终的比赛只不过是需要大家的见证而已 柳汉亚,郑秀妍,蔡卓妍,毛俊杰的药泥馆确实够燃够炸 而吴墨仇,王兴玲,黄小蕾,吴景妍的谈笑一生虽然也不错 但是在药泥馆面前还是略逊一筹 所以谈笑一生输得不亏 我觉得鼓励自己的意义是会让自己更强大 不具备人气优势只能排在末尾 而这也就是意味着随时可能遭遇淘汰 不单单是吴墨仇和黄小蕾,对于其他姐姐也是如此 吴墨仇有实力,被纳英极度看好 而黄小蕾又是极具综艺感,喜剧效果拉满 可是终究要接受残酷的比赛结果 遭遇了淘汰,提前出局 而对于浪姐三来说,也是费尽了心思 想要利用好王心灵的热度 毕竟如今她才是人气一姐 从那阴头梦内的一公个人喜爱度排名来看 王心灵也仅次于谭维维,位居第二 所以现场的观众也并不傻 只是节目组看走了眼而已 一公早已录制,观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取得第二的同盟内人气排名 这便是观众的喜爱度 而等到节目播出之后 王心灵真正大获 又是更大范围内的观众认同 所以自始至终都是观众们保持着一致 只不过节目组压错了宝 第一期节目少得可怜的镜头就是证明 但是如今,王心灵已经成为了流量担当 所以镜头也跟着增加了 为什么你不带墨 那我先去拿一下 已经成为节目的宝,被重视了起来 谁红和谁玩 就在第三期节目开播前 整个首页封面放的是王心灵小组的照片 这是从第二期节目就开始的 原本这应该属于宁静,纳英的位置 可是如今被王心灵小组所取代 当然也让队友们吃尽了红利 即使节目组织到有着两位成员淘汰 但是依然不忘蹭热度 在三宫节目上线前的宣传语试 一宫高然来袭 吴墨仇王心灵挑战起舞 在第三期节目上线后的宣传语试 两集联播回忆沙 王心灵拉票填翻全场 节目组真的是无所不用 全面挖掘王心灵的价值 利用王心灵的流量 第三期节目上期的标题又是 两大同盟首发对战 王心灵郑秀妍唱跳首秀 王心灵的出现次数明显增多 即使这是一宫 也是随处可见的名字 镜头也是大幅度增加 但是并不像其他姐姐那样表现自己 还是坚持着本心 不做作特真实 面对两位队友的淘汰 王心灵也是伤心了起来 虽然仅仅相处了没多久 但是早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黄霄磊更是在节目中 开导着王心灵 对于王心灵 两个姐妹也是有着好感 吴墨仇夸说道 黄霄磊没有距离感 很清静很自然 黄霄磊说道 黄霄磊感觉就是身边一个 特别好的朋友 没有任何那种想象的偶像包袱 这样的一番话 更是代表着亿万观众的心声 随着王心灵的大火 更是受到了品牌方的青睐 6月2号 一天官宣了两大品牌代言 王心灵的好运真的来了 继新华网人民网点名夸赞之后 央视网也加入了夸夸团 在分析王心灵爆红的原因之时 一句话概括了出来 那就是他唤醒了大家的青春回忆 王心灵没变 而是时代变了 但是大众对于甜味的追求从未改变 而变得更加迫切了 因为一切都在追求着强 强自然就是压力 工作要强 生活要强 压得人们早已喘不过气来 看个综艺本想着是解压 没想到一直坚持着欲解心理念 表达女性的独立自强 可是已经疲倦了 不耐烦了 这时王心灵来了 也该他火了 一切都是如此奇妙 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 因果循环 坚持必有报